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要再提醒大家 今天分享双重好力要记得帮我们按公开分享 还有如果我们今天有分享之后 再请你主动私讯K线捕手杨忠宪老师的粉丝页截图 我跟他说老师老师我有分享 请你送我那三档图文解析的黑马骨 好不好 好 那老师在我们今天解析之前呢 要照例 要来问您大盘怎么 我看今天ODC杀好凶喔 对对对对 坐车路上那个柜买一叮 可是没有叮很 其实没有叮很重 但是大家很有感 因为持股都在上面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可能 可是我看其实我后来检查一下后来的持股状 个股状况 它不是全面性下跌 就是几乎都是涨多股在跌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轮动跟调节 比较没有那么恐怖 好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大盘的情况 好是这样 大盘的话 现在因为他量能不太够 那我们现在大盘 其实你发现我们现在 法人外资一直在卖 然后整个抽马面是偏弱势 对那台币是缓升 就维持平盘 就停在那 那我们今天央行很好心 他提醒你说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 没有 他提醒你说 那个台币不会一直升上去 对 我们央行是很诚实的 出来而已 对对 所以他是很诚实 招楼还没换会 对他是很诚实 他说通常他不会马上 他会给你缓冲期 可能五到十天左右 那种明天有机会换 对 好可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他说不会一直升 不是说代表一定会扁 他的意思是说 可能会维持在整理的阶段 但他也是说 如果那个资金一直会进来 他们还是会有压力 所以他会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这样子而已 所以说我们未来说 这是一种预告 对对对 那我们要靠这个 我们这个台股要往上走 因为你看外资现在持股低 对 那然后融资这么高 那如果你是外资 会不会去接散户的刀子 正常不会 对不对 那只剩下什么 被迫性买盘 也就是如果 被动EPF 对对如果说台币 强势又升值 然后加上美股又涨 那这样才有机会 带动我们加权指数 再往上再冲一波 对对对 那目前的话 就还在观望阶段 所以实际上我自己的心里面 我是大概6比4 这这样我是 认为会上去是6层 然后会平盘或往下只有4层 对所以其实也是很不好判断 我们建议说 这个地方大家 也是边保守一点 边走边看 不要说太过度重压多跟空都是 你到这时候给它空 空也很危险 好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贵买 大家跌得有点紧张 OTC 对就想看看老师怎么看 那其实你看你跌 有真的跌很多吗 就这种急刹的时候 大家有点恐慌 对啦 后面当然就 对那你看开盘小猴 那后来跌到快1% 1%左右 那1%左右 我在盘中 我没有全发 但是有几个朋友问我说 我说不会啦 你就是到十日线这里而已 对而且怎么样 收得更好 其实连五日线都没有 这个二十日线都有守住 所以事实上是还OK的 好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二十日线 现在扣在这个地方 1 2 3 为什么一直有个声音 是哪 不是外面 好那是说你看 剩两三天 扣底就到低档区了 所以说未来二十日线 就有机会上扬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贵买指数 在熬过一两天 他只要撑得过这两天 其实后面就比较没压力了 OK 对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过度 所以我们现在整体来说 还是以这个 比较稍微偏多一些些 中性偏多 不要再跌的时候乱撒 对对对那再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加冠指数 你务必要等到这个 他正式过高 才能做加码动作 哎呦 现在 过高了耶 不是还没啦 那是之前过来 我是说过再一次过高 反而要加码 不是加码 当然当然要加码 因为过高就是要继续往上走 对对所以说这个 感觉一万三千年 对 好高了 我现在只是觉得是 缺点是位阶高 对那再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 还在整理的结构上 有点担心了 可是如果你以这个形态来看 为什么我最后会认为是4比6 因为我们就按照这个 上升三角形的结构 上升三角形比较偏 中性偏多 它虽然是盘整结构 对所以说 它往上的几率是三成半 往下几率 不是往上是 往下是三成半 往上是六成半 对所以说我们就 估6比4这样子 是这样抓 那再一个很重要指标 就是OBB 因为现在OBB 量就是一直补不上来 所以它并不没有 还没有过这个高 所以最好还是在那边 再做整理一下 补个量 那让筹码稍微再转强一点 再供可能反而 比较好一点点 这样子 好老师你的过高呢 是指这个实体线 还是说这个13031 这个是好问题 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的人 当然就是只要实体线过了 就可以了 就算了对 可是如果你要保守一点的人 像我现在 我会采取比较保守的 所以是13031 那你会发现 现在13031 跟这边其实差个50点而已 所以说你真的会过 不会差这个50点 它应该就会过 直接过去 对就是这样子 而且个股跟大盘 不一定完全一样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这边 两个东西跟大家宣导一下 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是 这离拜订阅 恭喜同志 很厉害 同志 各位同志 订阅各位同志 好那我们还在礼拜五早上 还怕大家没看到 早上七点 看到这个时间 六点四十九分 老师就很重要 还贴了三次 还贴了三次 对对对对 好那后来就到 然后就 就这样 那同学你看我们这个 大家说有参与到同学 帮我们加一 鼓励一下 你看这个 加一对对对 很多同学 好多都赚到耶 恭喜恭喜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早上的这个 那你看我们讲说 目标叫到了没有 113 到了那就回档修正 你看说 礼拜五当天到113 就回档整理休息 好那我们今天 那个订阅也会跟你说明说 这档我们是怎么去估算它的有效目标价 然后还有看它的转折变化 会跟大家做教学 好 那另外一档就是这个大雅 那个大雅是我们上个礼拜二 早上一样 我很喜欢早上你知道吗 早上 大家都没睡醒 不是啦 因为我送我儿子上学之后 然后赶快做功课 所以看我说因为 上礼拜一晚上 我们有一些观察股 来不及跟他讲 然后礼拜一 礼拜二早上七点半 赶快跟你讲 而且还附了一个土给你 说图解 对图解 你会发现只要我画图的 就是很重要 比较好 对我比较有兴趣 因为你看我不会没事 花那么多时间去画图画线 对对对 好 那然后再 连续就开始上涨 那上涨到今天 今天又涨停 今天又涨停 好可是这个的话这些档 你就不要 我建议大家就是当做案例就好了 不要再追 这是我们订阅的 那其实这档的话 我们的技术满足区 其实估的是17块 还没到 还没到 对问题是这个满足区 虽然看起来还没到 问题是他会冲很快 所以他可能 你可能买不到 来不及 对 今天可能 今天可能是最 今天盘中整理的时候 可能是最后买的机会 对那 因为上去他冲很快 如果他一直往上走 你根本就变最高了 所以这个还在上面的同学 不用轻易出 对 你这个都要续报 续报 然后等着要 而且其实严格一点 其实明天就有可能 会有一些震荡 对震荡 然后震荡的话应该还好 但是震荡完应该还是往上走 那我们最后的目标区 是估到17块左右 这个地方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是技术面的估算法 这个我们今天订阅会在教学 同志是刚刚好就到你的目标区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目标价估三个 一个是估125 一个估120 一个估113 对但是你后来有修正 对到最保 用最保守的完成 对吧 可是同志其实也还没有 还没有翻空 他只是回档 就是到 还没死掉 对对他只到个阶段目标价完成 好 那我们再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社群的部分 我们开放 然后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个开放 这个社群加入的 应该是今天是第九天 第九天 然后我们群组里面 一千两百个人 然后一千两百 对啊像 然后我在盘中 不是我盘中 我在那个看到的时候 我太太跟我说 你是不是中毒了 怎么叮咚叮咚 对对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一样 如果还没有加的同学 你就可以自己再加进去 扫描QR Code 那我觉得资讯 应该是还不错的东西 可以参考一下 好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 就明天了 很快 今天8月10号 明天8月11号 对 就是我们分享会 那你还没有 因为应该已经额满 我不知道页面关了没 你进去扫可能 我不知道会不会关掉 那如果你还没有报的话 可能就再问看看 如果页面关掉 你就打电话问看看吧 那如果对 大概只能这样子 因为我可能已经满了 我也不确定 再打一下 对对对 客服电话 客服电话上面没写 不过下面有 25108888 谢谢 好那如果 没关系如果你没有参加到 那已经报满 额满了 如果我们明天这场已经额满 没关系 台北朋友比较好 可以报这一场 那这场是下个礼拜四的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场 这个分享会 那一样 你赶快没有报到 赶快去报这场 也是一样的内容 这个好 只有解盘内容不一样 因为隔一个礼拜 但是它的主题跟方向是大同小异的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月的重头戏 很重要就是 重头戏 对就是我们这个专题班 专题班 这个十月八月份的专题班 那我在 因为就下礼拜了 其实下礼拜天很快就到了 那现在 我们再讲一下说 那个 直播班是没有限人数 可是那个实体班 一定有限人数 就是有这么多 对 所以爆满了就没有 你不要再跟我问说 那老师可不可以插 可以后补 没有后补 没有办法后补 上次真的就是有人要后补 也没办法上去 好 那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课程的内容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开这一堂课 因为这堂课就是我把 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那可是我在前九次的专题课程内容 不知道该归属在哪一个地方 或者是之前的课 时间不够用 没办法上 我把它汇整在这边 好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会讲到说 我们每次买卖股票 哎 股票会为什么会涨会跌 为什么 对对的原因跟本质 它是一个拉扯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关这个 K线 KD 还有均线的一个高阶用法 综合的演练 好 那再来很重要就是目标价 就是像我们刚刚到底怎么算到同志的目标价 对那目标价是让我们在之前 前两三个月已经开过这个课 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把 我们只跟你讲说目标价 什么 可以涨到多少 我们一直都没有跟你教说 到底多久会涨到 还有哪些股票 比较容易快速的涨到 对我心理上 其实是有一些差别 对对它是有方法 可以让你知道说 哪些它会涨的时间长短 还有它的周期会走多久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风险控管跟持股配置的方式 好 那最后一个是算是补充课程 就是说 算比较应景一点 就是说我们七八月份是除旋席 忘记对不对 那我们面对除旋席的这个缺口 跳空缺口往下 该怎么去因应它 还有各种各种奇奇怪怪的缺口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教K线理论的时候 在缺口这一块其实讲的不是很完整 那这个地方刚好把它做补强 好的 那我们那个安妮老板有交代 一定要讲 他说现在倒数十天而已 我们下个礼拜四一样 礼拜四就截止 礼拜五就不能报 礼拜五不能报 对就不收了 对所以说礼拜四要报的同学 礼拜四之前好不好 尽量早一点点 让他们比较好作业 不过上次不错 大家同学都有提早 好 那以上是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再回来讲一下说 我们跟他同学讲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上个礼拜有同学加入订阅 对 然后订阅同学就来 有点类似 稍微小小刻数 也不是真的刻数 他说 老师你这样子 对我们这样订阅同学不公平 他说你这个内容 直播的吗 对 你这个内容怎么会 我们订阅同学看得到 其他同学都看得到 有吗 我就说真的假的 我都一开始以为 是我们的系统外流 还是有档案被盗 结果后来不是 他以为我们去直播 现在就是订阅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直播内容 做得太扎实了 让他误以为说 大家都赚到了 对他以为说直播内容就是订阅 不是我们订阅内容 有订阅的内容 他现在开放的是直播 对 这样子跟大家说明一下 直播呢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大家想要问一下 手上股票的问诊 但是他们一个礼拜 只有一次的时间 对 但是我们订阅是不是 订阅的一天有两次 两轮 对对 一天都两轮 对对对 盘中跟中午过后 因为我们把它分开之后 有人是盘中可以看嘛 有些是要那个上班族 所以我们特地 一个时段是12点半 老师那你这样一个礼拜 要解10次 大概100多档 对对对 所以订阅的同学 是可以得到比较 那像昨天父亲节 我们就加码10档 哈哈 父亲节不是应该去同学 限女生 限女生 没有限男生 限男生问问题 没有我开放 父亲节的加码礼物 好 那我们 那我帮你补充一下 因为我觉得刚刚你讲那段 可能大家听不太 好 就是说你 我们这次除了分享 等一下会优先问 今天分享 可以优先问 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分享之后 你把你分享的图结下来 然后要 记得到我的脸书私讯给我 K线求生使能力 K线求生 你有吗 你说我的脸书是不是 要不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对 这个 好 就到我的官方脸书的粉丝团 对 叫做杨中线 K线捕首 到这一个 然后你就 按一下右边 那个私讯 这个地方是不是 我可以传给自己吗 不行 反正某个地方可以 用那个访客角度 用访客角度 然后你私讯老师 好 就是你用发信息 发信息给我 然后说你有分享 我就可以回传给你 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是说 我们主动联络你 对 但是有时候会传不过去 对对 那同学就以我们没有传 其实我们有传 所以说这是颠倒过来 你有分享同学 你也觉得 我们的讯息很重要 你就回传一下截图给我 那我就会在这个礼拜天之前 六或日 这个礼拜天吗 对啊 这个礼拜天 我要给你最新的 因为这个已经过了 对 所以你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段时间 有分享都算数 一到五这段时间 都算了 不是今天分享了 明后天也没关系 OK 公开分享 因为这样老师才会看得到 对 好 好 那到这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个股时间 分享的同学 我们就先 优先来解析 第一档是8086的宏杰克 老师 再麻烦另一 为什么最近大家很爱问 是不是上次那个并购案 对不对 对 应该是 那天很多同学 我说这个没有 这个就一天行情 你要想说 这个利多不管大或小 你第一个出来是说 谁受惠 这个是个问号 对 那第二个是你说 他马上并购马上改变什么吗 没有 对所以说 这种都会比较偏消息面 就算有行情也是一两天而已 那主要是说 你会发现之前筹码面并没有太强 对不对 所以说你当天反而利多出来是个一日行情 所以就开高走低 到现在就在盘整 所以他其实 现在看起来没有表现 对对对 他跟谁 合作是 那是中美金吗 好像是中美金 哪一档 对应该是中美金 你看一下新闻就好 按这里右键 按这边 按右键 新闻 你的跟我不一样吗 这里有 不是 新闻 你的借我一下 界面不一样 真的耶 你的跟我不一样耶 我按右键 没有新闻 好 看好了 就这样子 不管他 我记得是中美金 这里啊 那是新闻 就我们在盘中直播看新闻 红街科 中美金 中美金对啦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美金 我们看一下中美金 看一下到底谁比较受惠 好 看股价 对看股价就知道 股价会反应 好 那中美金来看 好他除全息后也是转弱 那有稍微填全息 可是也没有填得很扎实 又回来了 那我们来看筹码面 看法人在干嘛 在卖 所以说他其实两档都是 短时间是没有 不太会有变化 就是比较偏盘整或弱势整理 这样子 OK 好 我们下一个 好我们下一档是 4113的联商 好联商 联商跟联商有关系吗 有 真的有 对有转投资 是他转投资连上发 对 连上转投资连上发 OK 好 那他的话是在相行整理 那相行整理的话 筹码普通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持续相行 目前没有什么 特别的现象 融资 反而是融资比较高 这个比较筹码上比较乱一点 那他继续整理吧 这个短时间比较不会有 短时间应该不会发动 好给同学参考 4976的嘉玲 好 嘉玲这一档是我们 其实是之前订阅的 很久之前的 对 那时候后来 发现他不太动了 对 那我们就稍微暂停观察他 好可是他 后来又上一半偷跑 你知道吗 对他可是偷跑 那时候记者 放在这个压力区 对 到这里 对 你感觉这样算不算到目标价 快到了 对 所以说其实算 算到了 以我的标准我认为算到了 对我们给他一点 因为我上次说 反充的空间 你目标 不要用目标架 你要目标区间的概念 所以说你要允许 那个两三person的误差值 所以说以我的条件 我认为说 如果你是做这个底型 到这一段 其实到这边已经算到了 好那这更重要是说 他再过来又要遇到 这些前波高点 甚至这个上去的 这个头部压力区 所以再来要上去 可能没那么快 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筹码都还健康 OK 也许整理后还有机会 但至少短线 不会连续性强攻 这样子 好喔 今天我们有公开分享的 会优先来解析 那第三档是 第四档是2383的台光电 好 台光电上礼拜很 原本走势很强 然后一直往上攻 然后往上攻 它是用盘整的方式 一直点高 所以算是很健康的走势 好那今天那个桂满指数修正 那它也稍微跟着拉回一下下 好那拉回 我觉得到这边其实也还好 但是我觉得到这里不能再跌了 因为这是24线 24线它长期的支撑线 所以万一它不小心跌破了 而且20天如果要下弯的话 因为它明天20天扣底在这里 再三四天就要扣到盘整区了 所以它如果真的不小心跌破24线 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这个20天要守住 对对对 所以这几天是关键 对是关键 好 下一档是我们的常客 2368的金响店 好 这个我讲 为什么这常客 可能当中有些订阅同学 因为我们这个对它的期待很大 对 它是一个长线非常坦的 长多头 对跟当时候南电还有谁 南电也很猛 对南电跟当时候 不知道另外一档 忘记好像双簧是谁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很多 因为现在我们指数 创了这个二三十年新高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种 二三十年的底型都会出来 本来公司不好 那整个趋势好了 对就改变 那我们说 为什么它最近会稍微卡住 因为它的前波压力需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45附近有个短压 对 所以它必须稍微在这边震荡整理 好那整理完之后 其实我们最后的那个技术满足点 是看60块附近 对那整体上我觉得都还是偏多 只是说你在行进过程中 会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那是正常现象 好那今天我想大家想问的是说 今天感觉有没有突破 算喔 可是它说上影线 到底算不算好难喔 算 你感觉你觉得算不算 不算 专业主持人你告诉我吗 不算 好 我们说喔 有些股票会做所谓的一日回撤 就是说当天突破当天回撤自称 对 所以你看喔 它这种当天回撤 当然如果能撤在这个44块附近 是最完美的 可是它只是稍微小跌破0.4块而已 所以它我会认为说 这种还是属于一日回撤的格局 那算还是不算 我会判 我会认为说它是算突破 算突破 对但是突破回撤 所以你要等到它再次再占回44块 才是稳定 OK 尤其晚上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筹码 如果它筹码是转强那就OK 因为主要是今天贵马有转弱 所以今天很多这种高档股票 会跟着被乱卖一通 但就是很紧张啊 乱卖 是不是很想卖今天 有一些动摇 对 就想要卖一下 没有没有 我的奖庭怎么会想卖呢 是是是 好 下一档是6446的耀华耀 好 耀华耀 那它目前的话比较偏弱智 它弱智整理大概也两周了 两站中 然后整理然后筹码也偏弱智 那但是我觉得 因为最近对啊 这已升级过 对升级只有转弱 对 好 那转弱之后 我是因为它弱智 可是我觉得还算有撑 因为第一个它年线这边 第二个事情是它这个前波的低点附近 所以算是还算有手 那尤其升级我觉得虽然现在还是 比较弱智一点 可是至少稳定了 OK 所以说它不会立刻上工 可是我觉得至少这里还算安全 好 好 我们的悠悠耳来问 可是他们好像还没有公开分享 跳过跳过 跳过 好 下一个 我让它回答回答一下 不行不行 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 好来 下一个是2481的强茂 它有好几个同学问 好 强茂这个就是 刚讲的它有一点就是这个一日回撤的感觉 但是两日回撤的 那这是盘整区 是 对 好 那我们图画粗一点 好 这个是箱形盘整 所以突破回撤整理 好 那突破带量到高点转折又回撤量缩 所以整体上是健康 所以有机会再上 对 不过因为今天一样是贵买就是杀 所以说它又是高档 所以它也跟着被杀 对那所以晚上一样检查一下筹码 如果筹码还算稳定 一样也许因为这档不是法人盘 所以说如果说晚上筹码上 买卖加速是集中的 我就觉得还可以 OK 对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它是比较跟 属于比较是跟底 这个 不过这些都晚上要看筹码才能确定 好 有一个黄雪儿问说 好 某一档股票也可以继续放吗 要请问你拜托你 可是它还没有分享 不知道哪一档 对我知道 但是我先优先给那个分享的同学 许要记得先分享 好 2338的光照 这是刚刚有分享先问的同学 我们来优先解析 好 那光照的话 因为它这个是在清空 智长应该之前很多人问 那线比较多 好 这个它其实本来是一个 超级大的下降趋势线 所以上个礼拜正式突破 所以这个空头下跌的趋势 是有扭转的 所以这个跌是结束了 好 结束之后短线转强 好 转强之后 筹码面也有转强 也有稍微转强 好 但是问题是这档的话 我们讲的就是说 它是没有办法算目标价的 对 那只能边走边看 对只能边走边看 我觉得它是转短多 但是没有目标区间 这个就必须每天看观察 好 1439的中和 好 中和这个很戏剧性 它是纺织跟那个什么 它是之前 每次涨都是因为卖股 卖土地 对对对 房资跟资产概念股 那它的话突破 现在这个 如果你想象一下 它如果有做多的同学 感觉会不会伤心 你想象一下 这个是什么 大底包 大底 对不对 那它现在回撤到哪里 刚好是支撑 景线 对所以说我觉得 虽然说今天震荡比较大 对 可是你看而且看 我们跌的话量有出来吗 有出量吗 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你比较 我们偏多方的思考 它是回撤这个重要景线 重要景线 刚好又在季线附近 而且一个整个上升过程中 一直都没有跌破季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会有机会 支撑 对对 不过你还要这两天再观察 可能没有那么快 就完全稳定 可能会这边震荡一下 OK 要再观察几天 这样子 好喔 那个同学 今天分享 有两个优惠 第一个是优先的来解析 第二个呢 就是请你记得 私讯K线补守 杨中线 你只要你有分享 本周有分享 老师通通会 因为有些同学 他是盘后才能看 就是 对他上下上班 没关系 晚上看到 明天看到 都可以 然后记得私讯到 K线补守 杨中线老师 你截图说 你分享的那个 就是 然后赖到我的这个 这个 那个什么 然后按发讯息 杨中线K线补守 这里发讯息给老师 这个地方 然后他问了 因为有同学问了四指 可是他没有写代号 所以我先跳过 你帮我留个代号 下一个是 是Michelle 帮我留一下代号 下一个是2456的 奇力鑫 好 刚同学提到 那个资产股 补充一下 因为资产股的题材 都是跟着 那个什么 台币升扁 所以说 现在可能升到顶了吗 不是说升到顶 是他缓升盘整 顶了嘛 顶是你说 人家央行 不是一直说 不会一直升下去 他不会一直升 但是 他是跟你讲说 现在位阶相对高 不代表一定不会升 对不对 所以说 不会继续一直升的意思 至少现在是在盘整 对不对 盘整的话就不利于 这些资产干领股的发向 不是正在升的阶段 对对对对对 好 好 那22456 对 好 那奇力鑫我们看一下 它目前的话就是 筹码普通 股价也 其实我都觉得这个 因为它跌很多 主要它位阶是比较中低的 所以说长到这边可能也就 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这样 对对对 看不太到比较大的 老师你讲的好像看不到未来 不是啦 看不到希望 没有往上的感觉 就是说 感觉就是还在相信整理当中 它筹码上没有特别强势 好吧那我们下一档 它要过好 那我们给一个明确 你必须要过109 那它才有机会 做一个比较有快速的表现 这个压力区要过 好喔 给Jennifer参考 齐力鑫 好 下一档也是被动元件的2327国具 好 国具 好 国具的话是 你看嘛 它是被动元件的领头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都没动 你说其它怎么动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说它要动 一定要 被动元件族群要动 一定要它这些代表性的股票 要动 它就一样继续相信整理 好吧 那下一档 5264的凯胜 好 凯胜今天很戏剧性 今天有利多 利多 利多结果反而跌停 结果就跌停 对 今天元大给它提高目标下到 几百块 竟然开高走低 对 然后你说这个也不算 你说高档出货 我觉得也没有说多高档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还要再 晚上再 这个要再多观察一两天 那当然虽然它今天跌 比较辛苦一点 不过你会发现 这档股票 它有时候也是股性 比较活泼 所以说我们上 未来这两三天是关键 如果它能够赶快 站回这个 74块左右 我觉得就OK 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说 还不能站回 它能守稳在 5日 20日线之上 我觉得也还可接受 明天可能要再小跌一点点 可是明天 20日线70.69 这里稍微震一下 有锁住 就还有机会 可是如果再破 就比较麻烦 好 这个地方要观察一下 好 2636才 耶 糟糕了 念什么 我数学 国文 会不会太差了我 那你专业记者 怎么会这样 好 我猜是念画吧 23 2636 好 对啊 2636 2636 如果 底下国文老师 可以跟我们知道一下 对啊 我这样不行 下次同学先私讯我 上次那个什么 我来查一下字典 我以前那个国文老师 说 有那个遇到字不会的 要被考导 有编读编 不是 他说 我是中文系 他说老师你是中文系 我说对啊 我不是字典系的 中文系 我记者系 没有 不是字典系 华 谢谢 台华 好 那这样算不错 它筹码很强 而且你看 我们说今年只要三天内 填全系 就是强势股 所以说 就是一 对对就上去 所以这个 台华投空 这算强 可是强 投空 要乱取名字 他当然还要扎实的过前高 可是今天感觉有这个现象 没关系 我觉得有机会 应该是 因为今天中小型股比较偏弱 这样算强了 好 今天你能够判断 如果你的手中个股 跌的幅度在3.5%以内 我认为都还算可接受 都是强势 不不不 是可接受 可以留下来 对 如果说能够守在红盘 平盘之上 而且甚至涨 那就算强了 OK 因为今天总是贵买比较弱 好喔 Karen她问强貌 我们刚刚前面有解析了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个三档好了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对 3363的上全 好 上全 这个还可以喔 哎哟 老师说还可以 注意注意 今天礼拜我筹码第一天筹码 可是已经分两根了耶 不不不不 机器低的 你看这种刚沾上年线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感觉 疑似有一个大抵完成 而且沾上年线 对 这档是可以注意的 我觉得不错喔 有潜力 上全 有潜力 大家笔记一下 但是我觉得筹码 今天筹码如果在 应该是会续买啦 那能够续买 我觉得后面是不错的 有点机会 好喔 恭喜这位同学 还有问1903的四子 四子 好那这就是很标准的 当时候资产干领股的零头羊 所以台币一直升 它就一直涨 所以它是那时候 涨得最夸张 好所以这一档 还没有稳定 续涨前资产干领股 都不太会有机会 这个也是个指标 但是它跌到这边 其实算稳定的啦 我觉得算稳 但是稳的话 还没有重新再挑战这个 箱形整理区间 现在变成一个头部对小底 所以它必须再盘整 再多盘一下 所以那个比比较小一点 对比较小一点 对比较小一点 再多跑几天这样子 好喔 下一档是2353最近推出能量饮料的鸿基 推出的 很神奇耶 它除了卖notebook之外 它也卖饮料 有这个 鸿基是我们 我有注意到的 我们应该是 我们在订阅里面 也有讲到这一档 只是我没有把它放在影音的档案 但是我们在周报里尤其 好 但是这一档 比较是OK的 不错 真的确实不错 但是已经涨了一大段 而且你看我们目标价 1 2 3 4 5 6 7 8 9 九哥 1 2 3 4 5 6 7 8 9 哎呀到了 对 老师 所以说 所以说它其实是到目标价 而且目标价一划过来 哇 刚好是一个压力 又头部这么大 所以说 我觉得到这里应该差不多 要休息 要休息了 对 但是还没有翻空 它只是说到这边不移 短线步移最高 可能不容易在吞的意思 对不对 对没错 而且你看这档股票 这种大型股 它都是盘整完 充一下盘整 就是很容易盘 跟晶电有的拼 所以说这种股票 充一两根就会盘 所以说你再充的时候不要最高 盘整低档再布局就好了 说不定人家 那个中元节 饮料卖的下下降 来 我们跟你讲 一个正常股票都是在盘整 上涨盘整 这个我们常看过嘛 对 越盘越短 真的 所以这个有点算 有点喷出段的味道 但是还没有那么喷出段 只是说它是位阶相对高了 好喔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档 因为时间有限 4935的茂林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分享很多时间 对不对 给同学多几档 好 茂林的话 我觉得还好 就是继续盘整 对没有中性 中性 而且它筹码是弱的喔 你要小心 不要再破年限一次喔 它如果年限又破 这次就比较危险喔 它这个年限要守 务必要守住 不然它会变成一个 我们现在讲 正要做这个头 是有点太早了 但是 我觉得它原本的低层头 算是有的喔 就是 如果你用这个地方当头 对 如果你这样看 这有点危险喔 许昕芳你是想要问做多 还是要做空呢 还可能再跌 我要小心一点 所以不知道它要问做多 这个偏弱势 好 下次如果有 特别是想要问做空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是 好我们今天其实分享了 十七十八档股票很多 那有的同学重复问了 可以往前看 我们今天分享的 有四子中和麒麗星 国具 我稍微念一下 因为我怕同学可能想问 还有 宏姬茂林 凯胜上泉 台华 强茂光照 药华药 金像店 台光店 嘉陵连上 还有宏杰科 这是今天老师在直播 有分享到的 如果同学没有看 可以往前的回看 对不对 好 而且晚上七点 我们在 Smart赐富月刊的YouTube频道 也会放上影片 大家也可以从YouTube里面去找寻 你可能想要问的问题 那老师上个礼拜 帮我们有个LINE群组 进来之后 你又多了一个 可以问个股的管道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放 我们这个的话 我们每个礼拜四 每个礼拜四固定 其实还是可以再问一次个股 好那还没有 刚还没有加同学 可以再加一下这个社群 好 好那再我们快速把活动再复起 别让你忘记 第一个就是明天 明天的这个分享会 明天Smart 记得 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四 的第二场分享会 好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专题班 8月底的专题班 8月23号 要记住 下个礼拜四 就下礼拜四 下礼拜四 剩10天倒数 我们老板说倒数10天 提醒一下 好 那想要 最后就是我们的订阅 K线求生子男 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 我们直播的内容你觉得不错 那你应该会更喜欢我们的这个订阅 订阅 因为我们订阅是 老师是每天都会开放大家 对对对 量想问问题 那我们在里面说明的影音教学 都会更清楚 对 会更仔细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 就先到这边 我们先下课咯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